第一集 睁大了眼睛 表情越来越惊恐 忽然之间 车头猛地调转了方向 在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之后 天旋地转之间 车辆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响 一阵晕眩过后 男孩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 眼前一片血红 他模糊地看见前排一只手 无力地垂落下来 年幼的男孩想呼喊 但是他却一点力气都用不上 嘴唇上下开合 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他的视线朝上移 他想要看清前排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但是就在视线 落在那个人脸上的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恐慌感 将陆时辰瞬间就吞没了 那个人 那个满脸鲜血失去意识的人 竟然是孟昭 孟昭 醒 孟昭 孟昭 你醒醒 孟昭从睡梦之中醒来 陆时辰这个时候 却疏得睁开了眼 陆时辰的眼神 让孟昭瞬间清醒过来 于是因为屋子里光线昏暗 陆时辰一向同色很浅的眼睛 此刻看上去黑沉沉的 孟昭清楚地看清楚了 陆时辰眼神之中的恐惧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陆时辰没有立刻回话 他只是直直地盯着孟昭 半晌 像是确认了什么似的 他收紧了胳膊 头也微微地垂下来 那动作莫名地 让孟昭联想到 紧抱着玩具不放的小孩子 这么大了还做噩梦啊 梦见什么了 这案子到此为止吧 陆时辰的嗓音 低得像是在异语 孟昭只听清了前半句 梦见案子了 孟昭看着卧室内 昏昏沉沉的光线 抬手拍了拍陆时辰说 别怕 没事 早上七点五十分 孟昭踏入了市局大门 刚走上大楼前的几级台阶 他忽然又察觉到了 那道目光的存在 陆时辰又在看着我吗 孟昭脚步停顿 朝玉湖弯的方向看过去 清晨的日头亮得黄眼 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时张朝走了过来 拍了拍孟昭的肩膀 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诶 张儿 我发现你怎么总爱往那方向瞟 你是不是看上玉湖弯的房子了 再不就是看上玉湖弯的姑娘了 奶姑娘 有照片吗 哥帮你参谋参谋 没照片 那描述一下啊 白 高 腿长 跟仙女似的 我还注意无闻 有钱啊 有把握追到吗 也就九成把握吧 行 九成把握 说着话 两个人走到了二楼 孟昭抬了抬下巴 正好 那些油盘你顺便拿走吧 张朝抬手扯了一下 孟昭的T恤领口 那这是什么情况啊 然后拍了一下孟昭的肩膀 冲他笑了笑 露出了一口白牙 仙女够野啊 走了啊 什么情况 孟昭拿起手机 抬手对着张朝刚刚扯的领口的那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 拿过来一看 果然 靠近肩后的领口处有一片暗红色的暧昧痕迹 孟昭赶紧从抽屉里翻出两块创可贴 贴到了痕迹上 然后他接了一杯水 坐在电脑前 从系统之中调出了那天隧道内的监控视频 吴嘉义的汉马 而选择人 而选择自杀 孟昭 孟昭截取汉马撞向石壁前的画面 他把截图放大了 盯着那辆车的挡风玻璃处 隧道内光线晦暗 监控视频 无法清晰地捕捉到车内吴嘉义的神情 但是 从那模糊的画面来看 那一瞬间 吴嘉义的脸上 似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这神色 到底是预知死亡后的那一刻 基因所带来的生理反应 还是在车辆即将撞向石壁的瞬间 发生了什么令吴嘉义始料未及的事情 孟昭盯着那个画面又看了一会儿 然后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暗罗暗告破 社会上各种议论沸沸扬扬 近几天来 全国上下所有视线 都聚焦在了那一长串令人震惊的暗笼名单 和名谈首付吴嘉义的突然死亡之上 而那桩大约发生在一个半月之前的 家政阿姨误杀音乐博主事件 早就被所有人都遗忘了 但是没有人比孟昭更清楚 暗罗暗从发现到告破 全都始于周延被杀的那个晚上 孟昭脑海之中浮现出几天之前 他和陆时琛去看守所审问吴维寒的情景 周延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 赵云华的事情我就更不知道了 失去了吴嘉义庇佑的吴维寒 看上去颓废落寞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家现在变成这样 不全都是因为当年的那些破事被翻出来了 什么 周延还想翻案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该招的事情我都招了 但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你们让我怎么着啊 孟昭想着吴维寒说过的这些话 闭着眼睛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周延到底是不是吴嘉义派人杀的 那面被刷白的墙上到底有什么 给卢阳提供赵云华误杀周延消息的 那个境外号码是谁 给我发送成绩单那条提示短信的人是谁 给卢阳提供暗龙基地地址的人 真的是曾经的受害者吗 因周延案而牵涉出来了一系列案子 似乎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这一切的连接点到底又是什么呢 冥冥之中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人躲在暗处 处心积虑地推动这个案子 如果这个人确实存在 那他到底会是谁 这个人的目的又是什么 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面孔 赵彤的家人 朋友 吴嘉义与吴维寒的仇敌 亦或者 仅仅是看不惯这一切的某个正义使者 不管是谁 要做成这件事 推动这个案子发展至此 都需要巨大能量 绝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 想到这儿 孟昭睁开眼 拿过手机 从微信上找出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 吴叔 什么时候有时间能来市局帮我忙吗 半个小时之后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站到了市局门口 他看到孟昭 问道 啥事啊 小猫 胡叔 来得够快啊 走吧 我们进去说 最近忙吗 还行吧 肯定不如你们刑警队嘛 这次暗龙这案子一破啊 小猫 你是不是该替正了呀 这都是上面说算的事 胡叔 你接触过汉马吗 汉马 接触的没那么多 这么贵的车 没几个开得起的 到现在排查了也就十几辆吧 孟昭将老胡带到停车场的角落 那里停着吴嘉义那辆报废的汉马 所有被撞伞的零部件 都被封装在旁边的箱子里 胡叔 你天天摸车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这车在事故前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故障 老胡看着那已经被撞成了一堆废铁的汉马 说 撞得这么狠 这车速得到多少 孟昭递过去一副塑胶手套 老胡一边接手套 一边围着车走动着 打量着 车头损毁得这么严重 我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过 短时间内 怕是很难看出什么呀 你尽量吧 你您这技术 要是都看不出来什么 那也没别人能看出来了 你既然这么说 那我可是非得看出点什么了 第二集 老胡俯下身检查着车辆的 各个零部件 孟昭在一旁看着 刚刚那句话 他确实是给老胡戴了一个高帽子 但是老胡的技术也的确没得说 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交警队 专门负责排查车辆故障 摸过的车少说也上万 一辆车哪怕撞成了废铁 他都能够想办法复原 老胡是孟昌宇的同学 两年前 孟昌被罚到隔壁交警队的时候 曾经处理过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孟昌宇就跟老胡打过招呼 让他多多的照顾着孟昌 昨天我还跟你就见过面 你就说你忙得脚不沾地 一个多夜没回家吃饭了 是 这阵子确实忙 就在这时孟昌手机一震 是陆时辰发来的消息 我去趟公司中午和晚上不能一起吃饭了 再忙回家吃顿饭的时间也是有的嘛 这么大的案子 你就也是担心你 他又不好意思催你回去 怕耽误你工作 对了 你舅呢还托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说你都快三十了 还一点眉目都没有 也不着急 我说小孟啊 不是叔说你 你这一表人才的 年纪轻轻地当上了刑警队一把手 娶媳妇都对你救操心 说不过去了啊 孟昌一边给陆时辰发短信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老胡 我们刑警队这工作 哪有姑娘乐意跟啊 行 那我正好晚上去我旧家吃顿饭 好久没过去了 晚上几点回 我去接你 吃完饭估计还得聊会儿 八点 收着 要不你忙完就先回家吧 快回了 你发消息给我 行 要我说啊 就你眼光太高 一般人过不了你的眼 你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 书帮你撒不撒吧 孟昌发完消息收了手机 这才顾得上 应付老胡 胡叔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看看你 跟你介绍女朋友也不上心 要么说 这车还没少被改装过呀 这有钱人的兴趣还真都差不多呀 小梦啊 你先回去吧 我这还得不少时间 那边排查就行了 有消息我通知你 行 麻烦你了胡叔 老胡对着那个部件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又继续检查那辆汗马 正好到饭点了 我们局附近新开了一家新疆菜馆 我听我就提过您老家就是新疆的吧 要不去试着口味正不正 吃过饭 坐回办公室 孟昭又看了一遍监控 这一次 他回看的是与吴嘉义家中地下通道相连的小区 和地下停车场的视频 希望在这儿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吴嘉义死亡当天下午三点半 那辆黑色汗马被人开进了地下停车场 开车的人帽子口罩一应俱全 似乎也很熟知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布置 从车上下来之后 完全没有被监控捕捉到任何痕迹 这个人是吴嘉义派来的吗 实在太巧合了 好像提前知道今天吴嘉义打算逃跑似的 孟昭重新回想了整个案件的细节 他觉得这些巧合实在是让人无法忽视 吴嘉义为什么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后第一时间就逃跑 朱文秀的儿子为什么会忽然出现 那次向吴嘉义透露我打人那件事的人又是谁 一连串的问题涌入到孟昭的大脑 让他有点头疼 在思考之中 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了一个 他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难道警局里有内鬼 孟昭虽然实在不愿意怀疑朝夕相处的同事 但是一系列的巧合 已经让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 小周 到 赵哥 过来 什么任务 你倒着查监控 看看这辆黑色汗马从哪开来的 得令 赵哥 暗龙暗都结了 你还查什么呢 让你查你就查 管那么多干嘛 对了 兵哥呢 他今天来了没 来了 对徐徐叫过去好一会儿了 知道了 快去查监控吧 因为老胡的话 孟昭想起了多年来拉扯自己长大的舅舅 孟昌宇 确实 暗龙暗期间 一直忙得连着转 足有一个多月没跟舅舅见过面了 趁现在没那么忙 也是该回去吃顿饭了 没错 这是我当歌迹练就的本 专门当时躲在的破灵的讨战 顾指辉 你满意了 舅舅家里跟过年似的 孟昌宇和宋宁都在厨房忙活 只有孟若书 游手好闲的摊在沙发上 看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一听见敲门声 孟若书从沙发上起身 他拉着拖鞋去给孟昌开门 孟昌走进屋 见孟若书还在伸长着脖子往外看 他问 看什么呢 诶 时辰哥呢 他没跟你一起过来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会跟我一起过来 为什么 你们最近不都一起行动的吗 孟昌见他神色古怪 也没再多问 他换了拖鞋对厨房的方向说 舅 舅妈 回来了 累坏了吧 快坐下歇会儿啊 小叔 给咱家大英雄看茶 知道了 为了庆祝孟昌侦破暗龙案 孟昌宇跟宋宁一起下厨房 愣是把一桌家常菜 做出了年夜饭的气势 菜品备齐 孟昌宇拿出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 今天陪舅舅喝点 行 孟昌干脆的硬着 来之前他提前跟局里报备过的 一家人都做好之后 孟昌宇端着酒杯站起了身 来 今天先一起敬主角一杯 祝贺咱们家大英雄 又成功侦破一起重大案件 孟昌宇一说完 宋宁和孟若书也站了起来 都笑盈盈地看着孟昭 祝贺咱们的孟大英雄 祝贺孟大英雄 什么大英雄 你们俩怎么都跟小叔一样 学会拼嘴了 来 笑声之后 几个人坐了下来 一边聊天 一边喝酒吃菜 孟昌宇的酒量不算多好 几杯之后 已经有了一些醉的迹象 他脸上的神情 也从最初的开心 渐渐显现出悲伤 孟昌想起 自己之前听完吴嘉义的录音之后 打电话将孟静被谋杀的事实 告知孟昌宇的时候 电话那头长达一分多钟的沉默 之后 孟昌宇用极为沉重的语气 回的那句 知道了 你吗 他不该死啊 孟昌宇的眼眶 已经明显发红了 其他人都沉默下来 孟昌 抬起手掌 放在孟昌宇的手臂上 没有说话 凭什么吴嘉义那个混蛋 就这么死了 你说 凭什么 孟昌宇有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醉酒加上情绪过于激动 让他有些语无伦次 如果 他还活着 我要亲手杀了他 让他给我姐偿命 我就这么一个姐姐呀 孟昌宇说到这儿 宋宁和孟若书 也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小声地抽起起来 谁都知道 孟静在孟昌宇的心里 到底是怎样的地位 而孟昌宇在得知真相之后的这些天 该有多么的自责和难受啊 孟昌有些愧疚 自己应该早点来看望舅舅了 他一边轻拍着舅舅的肩膀 一边安慰到 舅舅 都过去了 咱们一家现在能做的 就是好好地活下去 孟昌宇哭了一会儿之后 平静了一下情绪 对孟昌说 你能查清你妈当年的死亡真相 也算是高位她的在天之灵了 好好干 要像你妈一样 把吴嘉义这种畜生 都给抓起来 好 对了 舅舅 既然我妈是被吴嘉义所害 我怀疑你之前被栽赃那件事 也可能与吴嘉义有关 你仔细想想 当时有没有接触过吴嘉义 或者与吴嘉义相关的人 对 我是有过猜测 我当年还跟踪过她 孟昌宇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孟昭亚议道 你怎么会想到跟踪吴嘉义 当年你妈死后 我精神上很崩溃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啊 哪怕警方已经给出了调查结果 我也仍然怀疑这是一起仇杀 毕竟 被你妈送进监狱的穷击极恶之徒 不在少数啊 于是我就自己找线索 在整理你妈遗物的时候 我看到了她的笔记本 里面都是你妈调查过 或者是正在调查的人 我就打算把笔记本上 所有人都挨个查一遍 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而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就有吴嘉义的照片 它就是我当时 私底下调查的对象之一 当时您被陷害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可能是吴嘉义干的 当时我私底下查的人不少 就没刻意往吴嘉义身上想过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因为我跟踪她 是被她发现 于是她就策划了这样一件事 因为我的梦妆 害了小叔 也差点害了你 说什么呢爸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再这样我可搬出去了 梦翔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三集 吃完饭 梦昭把喝醉了的梦翔宇 搀扶到卧室里 刚走出卧室门 梦昭的手机就响起来 是陆时辰的消息 我在楼下 小刀啊 你怎么回去啊 你喝了酒 让你妹妹送你吧 不用 我朋友来接我 梦昭说完 跟宋宇和孟若书打了一个招呼 离开了舅舅的家 楼下灯光昏暗 但是孟昭一下楼就一眼看见了等在楼前的灯火 陆时辰 怎么了 孟昭 心情不好 嗯 刚刚跟我舅提我妈的死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哭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两个人缓步 往小区门口的方向走 这就是 你在那天发布会上 所说的羁绊吗 是啊 一个人就算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是会有羁绊存在 那我们之间也有羁绊存在吗 你说呢 你可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 对了 你不是对情绪不敏感吗 但为什么每次我心情不好 你好像都能立刻察觉出来 我也不知道 可能 这是因为你说的羁绊吧 第二天一早 孟昭来到警局 他问周齐阳 小周 徐局在吗 在呢 刚到 我瞅见了 孟昭去了徐局的办公室 徐局问他 什么事 徐局 暗龙的事基本上都处理完了 哦 处理完了 你确定 孟昭刚才的那句话本来就是虚晃一枪 听到徐局的话 他笑了笑说 我就说嘛 您肯定能看出来 这样子根本就没这么简单 少拍马屁 说说吧 能一步步将案件引导到现在的局面 这个人不简单 暗龙案虽然破了 但周衍和吴嘉义的死亡 疑点实在是太多 从一开始的周衍案和后来的暗龙案 都有人在为我们匿名提供信息 似乎从一开始周衍案的发生 就是为了把吴氏父子置于死地 吴氏父子做多端是真的 但幕后推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连谋害数条人命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必须将这个人找出来 谁有嫌疑 嫌疑人应该和吴嘉义有仇 近些年吴嘉义谋害的人不少 他们的亲属恋人都有作案的可能 所以需要逐一排查 比如我们目前接触过的受害人亲属 第一个是祝瑞 他母亲朱文秀被害 家产又被吴嘉义霸展 从他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 他对吴嘉义有非常强力的恨意 嫌疑很大 就他一个 目前应该就他一个 就没有第二个 第二个人 孟昭说了几个字之后 停了下来 他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 几张照片放在一起的 母亲的那本笔记本 那是孟昭最不愿意深想的一种情况 见孟昭欲言又止 徐局沉声道 你不要因为情感而迷失理性啊 先去调查祝瑞 同时排查其他受害者家属 杀手还没有落网 你出门时一定要小心点 我知道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随之是任斌的声音 徐局 我过来送资料了 进来吧 你也回去吧 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从徐局办公室出来 孟昭的心情莫名的变得有些烦闷 他闭上眼睛 开始梳理一连串的案件 这一切的起点都是周衍案 这个局是从赵云华误杀周衍就开始布下的 所以最初对周衍实施二次行凶的那个人 可能就是幕后推手 或者说 是幕后推手的人 为什么被杀的是周衍呢 仅仅是因为他与赵云华的关系 借赵云华翻出赵同案 然后引向吴维涵 再带出吴家印 逻辑上说得通 但是周衍家中被粉刷的那面墙 又隐藏着什么呢 如果周衍只是一个无端受害的局外人 那幕后推手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不对 好像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 周衍到底是谁 他与吴家印是否有着直接的联系 孟昭开始登陆公安的户籍系统 查询周衍的身份 在周衍的各类信息之中 孟昭的目光落到了其中的一行 曾用名陈衍 周衍的生父在他小时候去世 母亲带着他改嫁后 他便跟随继父改姓周 几年之后母亲也病逝了 自那之后 他就跟着继父一家生活 这是周衍继父之前提供的信息 陈衍 周衍的生父姓陈 他的生父名字叫 陈玉 周衍的生父居然是陈玉 当年妈妈调查的那个死亡的农民工 孟昭几乎被震了一下 当时周衍案发生之后 他也了解过周衍的家庭情况 但是考虑到周衍的生父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 会跟周衍被杀有什么关系 陈玉这两个字的出现 让孟昭无比的震惊 因为陈衍这个名字 冥冥之中似乎把所有重要的线索 都连结了起来 孟昭拿出手机 翻到通话记录 他刚想拨通电话 手指却停留在了半空 他的心中有一些异样的难受 就在这时 老胡的电话打过来 喂 胡叔 小孟啊 那辆汉马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也跟其他汉马对比过 有个零件很诡异 不是原厂配件 照片我也就发到你手机上了 你看看啊 电脑的右下角 聊天软件开始闪动 孟昭点开一看 图片上是一个烟头大小的 长条零件 像是一个电阻装置 这个零件有什么作用 这零件啊 被安装在方向盘传导的线路那里 应该是能让方向盘暂时失控 孟昭脑中出现汉马 直直撞向石壁的那一幕 果然 吴嘉义当时并非不想转弯 而是方向盘彻底失控 挂断电话 孟昭抬高了音量 小周 来了 赵哥 把吴嘉义驾驶那辆黑色汉马 所有相关监控视频都找过来 他经过那儿 在那停过 一个不漏的都挖出来 要尽快 是 周祁阳走了之后 孟昭又把承韵叫过来了 承韵 来了 赵哥 有啥任务啊 把朱瑞叫过来 有事要问他 是 把任务交代给周祁阳和承韵之后 孟昭再一次地在脑中梳理 接下来的审讯方向 既然周掩是承韵的儿子 那这案子极有可能和当年 那起民工讨薪案 有着直接关联 必须得先尝试 把当年的事情问清 就在这时 手机又震了 是 陆时辰发过来的消息 聊天框内 陆时辰发来了一连串的数字 这是 IP地址 孟昭刚要回消息 陆时辰又发过来一条 已经查到了最初给陆阳公众号 提供新闻的境外邮件IP地址 有了IP地址 就意味着可以确认邮件发送者的实际地址 孟昭立刻给陆时辰打电话 刚查到的 刚从国外接到的消息 还有 自称是暗龙受害者的IP地址 也查到了 两个IP地址高度相似 都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也就是 朱瑞长期居住的地方 两次给卢阳提供消息的人 都是朱瑞 因为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定位 只能说 很有可能是朱瑞 那条题是我成绩单的短信呢 这可不知道 涉及到电信的信息太难查了 可能查不到了 陆时辰提供的这消息 直接拉满了朱瑞的嫌疑 难道说 朱瑞就是那个策划了一切的幕后推手 联想到 朱瑞在吴嘉义死前突然出现 以及他对吴嘉义那种咬牙切齿的恨意 孟昭开始严肃地思考着这个可能性 把饭吃什么 因为一心沉浸在案子里 孟昭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本来这么严肃 怎么突然聊血吃饭 这难道是刚查到了重要的信息 在向我邀功吗 门口那家蟹黄小馄饨 你不是挺喜欢的吗 吃那个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是承韵 赵哥 我把朱瑞带过来了 就在门外 好 我去沈朱瑞了 你倒是觉得直接来找我 好 第四季 第四季 在飞速地思考着审问朱瑞的流程 他把朱瑞带到了讯问室 坐吧 孟警官 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母亲恢复怎么样了 毫无恢复的迹象 毕竟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注射这种药物 医生说中枢神经损伤得太严重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可能一辈子都这样了 孟警官 我想带母亲回美国 看看美国有没有医院能治疗 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去啊 在此之前 朱瑞也曾通过承韵几次询问 什么时候能回美国 这么着急回去 真的只是出于想让母亲 接受更好的治疗这种考量吗 好 你先不要着急回去 我们所提供的医疗设备和医师 绝不比美国差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现在需要你就一些事情配合调查 调查完成后 你就可以回去了 行 孟警官 你问吧 你之前说 陈玉是被吴嘉义害死的 能说一下细节吗 有没有证据 证据 证据是没有 而且说实话 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件事 所以关于吴嘉义害死陈玉这件事 仅仅是你的猜测 虽然是我的猜测 但是孟警官 你想想看 当时稳定房地产的管事人就是吴嘉义 拖欠工资也是他的主意 陈玉作为带头人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这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啊 那这件事还有没有其他执行者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吴嘉义这个人既狠独又谨慎 这种事 他应该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的 你对他挺了解 毕竟共识过一段时间 那个人 真的是想想就觉得几倍发亮 之前你说过 吴嘉义绑架过你的儿子 还记得当时绑匪怎么跟你说的吗 绑匪说 想要我儿子活命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儿子什么时候被绑架呢 我想想 祝瑞的眉间 微微地起了褶皱 似乎在认真的回忆着 应该是 02年的 四月中旬 具体是哪天 好像是 四月二十二号 绑匪绑了你儿子多长时间 挺长时间的 大概 又是片刻的犹豫 看得出来 朱瑞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慌乱 大概有七八个小时吧 什么时候绑匪放你儿子回来了 我一把股权卖了 我儿子就回来了 具体时间呢 孟昭语气平静 他一直盯着朱瑞 他看见朱瑞的额头上冒出了细小的汗珠 好像是早上八点多 二十年前的事儿了 真的是有点 急不太轻了 在孟昭的连续追问之下 朱瑞有些坐不住了 看着眼前这个人眼神开始乱瞟 小动作也越来越多 孟昭意识到 朱瑞很有可能是在撒谎 孟昭继续不动声色地盯着他 在孟昭锐利目光的注视之下 朱瑞显得更加的慌乱 他开始紧张地吞咽着口水 将朱瑞所有的反应都尽收眼底之后 孟昭才开口了 行 那绑架的事就先不说了 说完孟昭打开文件夹 从里头抽出一张照片 推到了朱瑞的面前 对陈玉这个人你了解吗 不算太了解 我当时不负责打理公司的主要事务 也不认同吴嘉义的做法 只知道这个人是带头讨心的 其他的事情我没有过多问过 陈玉有个儿子叫陈衍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周衍这个人呢 也没听说过 朱瑞摇摇头 看上去一脸的茫然 孟昭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周衍的照片 他把陈玉和周衍的照片平齐说 你再仔细看看 真不认识 朱瑞盯着那两张照片 几秒之后 他抬头看向了孟昭 真不认识啊 孟警官 孟昭观察着他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 来判断他到底是否是在说谎 那好 朱先生 我给你简单说一说这件事 照片上这个年轻人是陈玉的儿子 原名陈衍 陈玉死后母亲改嫁 他随继父改名周衍 一个半月前 周衍被人所杀 真凶到现在都没有落网 而周衍被杀 就是导致吴嘉义死亡的一连串事件的开端 在侦破周衍案的过程中 我们从海外收到了一些带有线索的消息 而这些消息 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 引到吴氏父子身上 所以 这个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杀害周衍和策划这一切的真凶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听完孟昭的这段话 朱瑞的表情有点懵 孟警官 这件事有点复杂 我没太听懂 没听懂是吧 那你直接看吧 说吧 孟昭拿出了卢阳与自称暗龙受害者的聊天截图 还有那封赵云华误杀赵眼的邮件截图问 怎么样 有印象吗 看完这两张截图 朱瑞 看下了孟昭 孟警官 您给我看这个 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的居住地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对吧 经调查 我们发现这两则关键性的消息都来源于这个地址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孟警官 这不是我发的呀 现在这科技这么发达 这些东西都能是伪造的呀 再说了 我知道十天前还在国外 国内的事怎么可能是我策划的 还是杀人这种事情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那朱先生 请问你是否能提供你在亚特兰大的具体住址 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 配合我们的进一步调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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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吧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 我的家人也都在美国 你这样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请允许我联系美国大使馆 你们不能这样冤枉我 一旦查明事实真相 该是你的清白 谁也夺不走 既然你不便配合 那就算了 但是朱先生 我想提醒你一句 如果查出你有犯罪事实 那接下来的事 可就不是大使馆能插手的了 今天就这样吧 孟昭将照片收回来 他对承韵说 给朱先生找个房间休息 承韵带着朱瑞离开之后 孟昭在询问室里陷入到沉思 朱瑞的种种回答并不太容易分辨真假 他所提供的很多信息 譬如不认识周延 也不知道周延与陈玉 直接的关系等等 从神色和语气来看 似乎并不像是在撒谎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他已经预想到这种情况 从而提前做好了心理和话术上的准备 但还有一些事 朱瑞应该在撒谎 其中朱瑞儿子被绑架这件事 可信度最低 这么严重的事情 身为父亲 却遗忘了大部分细节 从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 一般受害者面对这么大的变故 应该会对其中的细节记得很清楚 当然 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此事 但因为时间太久 记不清细节这种情况 如果朱瑞在这件事上 的确撒了谎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出于发现恨意的目的 而夸大其词的编造故事 强化吴家义的恶人形象 从而推波助澜吗 至于其他信息 还真是个好说 仅凭朱瑞的神色和语气 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幕后推手是朱瑞吗 消息是不是他罢送的 给我和陆阳提供消息的IP地址 究竟是不是伪造的 这些疑点 还是得想办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才行 这么想着 孟昭静止来到了徐居的办公室 他敲了敲门 进来 徐居 有件事需要和您申请 说吧 我需要一个人 去美国替我确认一些事情 以判断朱瑞是否是 整件事的幕后推手 跨国办啊 没那么好办 中间要注意很多东西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和美国警方出现冲突 徐居想了想 他拿过桌前的座机 拨通了电话 你过来一下 电话挂断 徐居继续他手上的工作 徐居刚刚找的是谁 孟昭猜测着这个人选 这时 虚眼的门被推开了 任斌走了进来 徐居 是任斌 徐居将情况讲明之后 他对任斌说 这种事情你有过经验 局里上下派你去是最稳妥的 你有什么想法 我接受安排 那好 你跟孟昭对接 准备去美国 事关重大 一定要好好确认 好的 徐居 任斌走后 孟昭有些犹豫 想了一想 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了口 徐居 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任斌 放心吧 他心里有数 徐居既然都这么说了 孟昭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时孟昭兜里的手机阵了一下 孟昭跟徐居打了一声招呼 离开了办公室 消息是周祁阳发过来的 孟昭快步地走到了周祁阳的宫位旁 怎么样 周祁阳在屏幕上调出刚刚截取的监控画面 赵哥 你看 这就是那辆黑色汉马 事发当天 他经过和京庭的地点 所有监控视频全部接取出来了 5月22日11点13分 这辆汉马驶入了道路旁一家偏僻的院罗 在这个院罗里待了一整晚 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03分 才从这里驶离 干得不错 走 去这里看一眼 那辆黑色汉马待了一整晚的院落 位于淮安区和文昭区的交界地带 从外面看 门头不大 但是走进去 里头竟然有几百平米 停靠着几辆越野车和跑车 孟昭和周祁阳一走进院落 就看到了 蹲在跑车旁边 埋头改装的中年男人 师傅 方便聊聊吗 你找谁 我是警察 看样子你们这里主要负责修车和改车吧 孟昭亮出证件 同时拿出一张照片 这辆黑色汉马你有见过吗 男人看了一眼孟昭 又仔细看了看照片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 没见过 那这里还有其他改装师傅吗 师傅指了指院落里的一个小屋子 有好几个都在那边 再来吧 屋子里有四位师傅正在一块打牌 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几张百元大钞 见孟昭亮出警察证 几个人立刻开始收拾牌局 警官 我们没事干 打点小牌娱乐娱乐 别介意啊 孟昭对这种事暂时也不感兴趣 他递上那张照片说 今天不是来抓赌的 你们都仔细看看这辆汉马 有没有人对这辆车有印象 我没改装过 这也不是我的火 我好像见过 是你改装的吗 不是我 好像是老李改装的 他人呢 这好几天没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干了呀 如果这个男人的话属实 那看来这位负责改装汉马的人 是躲起来了 孟昭知道自己必须第一时间有所行动 小周 你和这位师傅了解一下老李的具体情况 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 如果联系不到 立刻去他家 把他带到警局 安排好周祁阳之后 孟昭继续问 我想看看监控 你们这里负责管事的人是谁 老板不在 监控在屋里 你想看我带你过去啊 孟昭随着那个男人 走进了后面的平房 屋里很简陋 除了几张凳子 最显眼的大件 就是桌子上的电脑 监控就在这台电脑上 孟昭调出事发当天的监控 拖动着往后看 怎么十二点之前的监控都没了 这电脑老古董一个 老是得删些视频 否则硬盘就满了 容易死机 孟昭没说话 他继续的拖动着鼠标 忽然 孟昭的动作停下来 下午三点十三分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身影 很模糊 却感觉有点熟 孟昭盯着那个身影 神色一变 几秒钟之后 他定了定神 继续拖动鼠标 找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画面 孟昭盯紧监控画面 在看清那个人之后 孟昭呼吸一致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耳边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机器出故障时的轰鸣的声响 这状态持续了几秒钟之后 孟昭的意识才彻底的恢复过来 即使不想承认 此刻 孟昭也再清楚不过的意识到 画面中的这个人 是陆世辰 看着监控画面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孟昭完全无法保持冷静和镇定 他的脑海之中杂乱无章的冒出一连串的想法 为什么会是陆世辰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吴嘉义的死跟陆世辰有关吗 陆世辰在整个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是不是一直在欺骗我 就在这时 周祁阳过来了 赵哥 那个老李 孟昭立刻挪动鼠标 把监控视频关闭 然后他问周祁阳 你说什么 那个改装汉马的老李 我刚刚让局里的人查了一下他的行程 吴嘉义出事当晚 他就连夜出了国 基本上是抓不着了 监控怎么样 有线索吗 中午十二点之前的监控已经被删除了 暂时没发现问题 移动硬盘给我 把剩下的视频带回去再好好查一遍 孟昭接过周祁阳递来的移动硬盘 连接电脑 将其余的监控视频全都拷贝进去 在等待视频拷贝的过程之中 周祁阳一直在一旁分析 改装车辆的师傅连夜出国 监控也被删除 这样看来吴嘉义的死亡 真的是有人提前就计划好的 这个幕后推手不简单 能偷偷开走吴嘉义的汉马 并私底下进行改装 是不是说明吴嘉义是被新人男人出卖了 迟迟没能得到孟昭的回应 周祁阳看向了孟昭 只见孟昭眉头紧锁 赵哥 想什么呢 没事 梳理一下案情 这时 电脑响起了叮的一声 视频拷贝完成了 孟昭将硬盘拿到了手上 走吧 两个人离开改装店 孟昭走到副驾驶的那一侧 你来开车吧 好 回程的路上 孟昭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管怎么样 陆时辰既然被牵扯进来 无论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 这件事我都必须要彻底查清楚 他从头到尾的梳理着 陆时辰与这个案子的种种连接 周昭身上那根狗毛 DNA与陆小刀一致 在周昭的推定死亡时间范围内 陆时辰也曾出入过案发现场 狗毛出现在周昭身上 只是巧合吗 赵云华自杀前 手机曾被偷 警方视线也曾因此被干扰 在追赶小偷过程中 陆时辰适时出现拦下了小偷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真的是恰巧在附近 徐盈盈失踪前几天 我在去文昭高中调查的途中 曾经遇到陆时辰和乔宇 出入瘟疫疗养院 几天之后 我又在陆时辰的提示下 发现了疗养院地下室的秘密 为什么陆时辰当时会如此笃定 疗养院里藏有秘密空间 正常情况下 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吗 疗养院地下室里 陆时辰表情凝重地盯着床上的朱文秀 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现在想来 陆时辰与这一案子之间的种种巧合 实在多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步 我最初也曾对陆时辰抱有怀疑和警惕 甚至推测过陆时辰是不是对周延时 是二次行凶那个凶手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陆时辰的信任已经完全占了上风 孟昭的脑海之中 闪过那天凌晨的十字路口 直直冲过来的卡车和突然加速挡住那个卡车的帕拉梅拉 就是那一场生死经历 让孟昭几乎打消了对陆时辰的怀疑 一个人在千军一发之际舍命护你 你又有什么理由依旧对这个人保持怀疑和警惕 办案子不要因为感情而丧失的理性 回想起徐局昨天对自己的嘱咐 孟昭逐渐的变得理智起来 是啊 那个时候的陆时辰是一个对生命弹幕到极致的人 可能会舍命护我吗 他要救的 会不会只是救护车上的证人 和一个能将案件推动下去的工具 他压下了车窗 对着窗外 极轻地笑了一声 工具 胸口又出现了那种被堵住的沉闷感 似乎比亲眼目睹吴嘉义死亡的那天 还要更严重一点 这几乎让他觉得有些呼吸困难 车子开到市局 见孟昭心事重重 周祁阳问他 赵哥 兵哥不是要去美国了吗 要不让他试试能不能找到那个负责改装哈马的牢里 哪有那么好找 国内每年都有那么多找不到的再掏嫌犯 更别提还逃到了国外 还是让兵哥办好自己的事 不能因此而分散注意力 至于这个老李 先让技术部门同事先尝试找找看 你先回去吧 我去档案科一趟 行 一定的乱惯 你又无法